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AMD Ryzen 5 7640 HS CPU 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Minist Forum 明凡 UM760 Slam 这已是近期我们测试的第三台千元机了 在AMD和英特尔新旗舰CPU的小主机 还没有登场的空窗漆 千元机市场却非常火爆 各厂商都在推出自己的终端标杆机型 有6850H、6900HX 也有今天这台7640 HS 对于想在双十一钱购买小主机的朋友 是想购买千元的终端机呢 还是两千元以上的旗舰机 或者是千元以下的低功耗小主机呢 明凡 UM760 装置AMD Ryzen 5 7640 HS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76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层56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三屏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HDMI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DC小电源是9V 6.32A 一共120W公率 小主机是深黑色的金属和塑料的混合机身 顶部有Minisforum品牌logo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 3.2A口 耳麦接口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2.5G网络接口 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可以PD输入的全功能USB4接口 DP1.4接口 双USB 2.0接口 双侧 后部 底部 都有通风口 取下背部四个脚垫 再取下这四颗螺丝 从这个缺口揭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右边底盖上有一个静音风扇 预先装置好两片硅胶散热铁 两条DDR5内层插槽 两组2280PCIe 4.0X4的NVMe接口 联发科WiFi 6E 无线网卡 我们给准系统安装了两条DDR5 5600MHz的音锐达内层 一条2T的爱国者7000Z NVMe SSD BIOS里没有性能模式选择的选项 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直接下滑跑在60瓦 整机功耗跑到81瓦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4.3GHz 10分40秒之后 CPU下滑到54瓦 我们单烤了一个小时 时温29度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92度 SSD最高温度44度 我们用明凡UM760 SLAM迷里主机的 Ryzen 5 7640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2分23秒 共计743秒 743秒算不错的成绩 和上周的GM12-6900HX分秒不差 CPU-Z多线程5466.5 单线程671.7 多线程和6800H差不多 这是一颗6核12线程的CPU 单线程比6800M核显的CPU强一些 GIGBENCH 5多核9974 单核1934 多线程和296900HX接近了 单线程要高不少 GIGBENCH 6多核11552 单核2613 多线程超过了296900HX 单线程领先幅度更大 GIGBENCH 223多核13178 单核1746 单线程不说了 肯定领先 多线程和7735HS差不多 稍微落后6900HX GIGBENCH 2024多核751 单核104 单核比6900HX和6850H高 多核是和明凡6900HX 别家的6850H差不多的 PASSMARK 多线程260098 单线程3949 多线程和自家的6900HX差不多 综合上面的比较 明凡UM760SLAM的7640HS 单核普遍超过其他6800M核显的CPU 多核与自家的UM6900S的6900HX 差不多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 1419042 CPU得分 830605 我们给Ryzen 5 7640HS 运行OpenW测试 AES 928522 XX20 373718 CORMARK 377121 在CORMARK成绩上 和7735HS 6800H差不多 稍稍落后于6900HX 黑神画悟空 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音画质 超彩开到50 开启增生层 最后结果是65帧每秒 这可不是全低画质啊 好多选项 我们开了高和超高 实战一下 第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时 普通场景70多 接近80帧 复杂场景60多 接近70帧 地平线4 1080P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全程接近100帧 非常不错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战斗起来 50多帧 这就是Radeon 76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89.5度 内存做显存最高60.5度 SSD最高44度 散热表现很好 看一下3DMark图形得分 Time Spy 2593 Fire Strike 7172 Steel Lomade Lite 17.3fps 稳定度99.4% 我们把3DMark的数据做成图表 760M核显的各项成绩 和680M核显是差不多的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 10位2GB非压缩信号 USB4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 10位2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的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此时 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2GB非压缩信号 连接索利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非压缩信号 Radeon 760M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7000兆币每秒 接近PCIe 4.0X4的最高速度 USB4接口外接 雷电3硬盘盒 3100兆币每秒 这是不错的 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 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联发科 Wi-Fi6E无线网卡 跑到了40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较差的无线性能了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4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明凡UM760 Slam 装置了Renon 5 76540HS 在温度时下的性能 释放式60-54W 功耗表现 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95W 120W的单槽小电源 能够搞定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代机温度30度 SSD代机温度42度 生产力测试 CPU100%的时候 机身50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 只有41分贝 名番UM760 Slam 它装作了AMD Renon 5 7640HS CPU 出厂60-54W的功耗释放 CPU性能和8核 4.6线程的6900HX 差不多 但是它只有6核 12线程 760M的图形性能 也和6900HX的680M 核显相当 它更强的地方是 核显的硬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8K60帧AVE视频 而680M核显对8K无能为力 说到缺点 这台中端新机 有双PCIe 4.0X4的NVMe接口 有USB4和2.5G网口 也有满血的HDMI 2.1和DP接口 仅仅缺少了Oaklink接口 其实我们之前的10台超级大满框接口 小主机中 有4台是明凡旗下产品 UM780XTX UM880 PRO MS-AE 还有原子侠X7TI 并且迷离主机第一台Oaklink接口 也是明凡首先装置的 可惜明凡把这优秀的天赋 全部点在了旗舰机上 今年推出的这款终端产品 就差了这么一点点 没有成就 超级大满框接口 非常遗憾 总结一下 明凡UM760 SLAM 装置Ryzen 5 7640HS 60-54W的性能释放 和6900HX相当 图形性能也差不多 散热晶音稳定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接口兼容性完美 这是一台适合办公 以及家庭高级HTPC的小主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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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